一身笃形佛法的道圣和夫 以六项精进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 道圣和夫76岁时 应日本政府邀请 出任日航破产重整人 一年就让日航转亏为盈 重新化牌上市获利丰厚 他上小学前 日本明治时期佛教受到打压 他的父亲带着他拜见深山里的和尚 对他说 孩子今生今世只要你还活着 就要受念南模南模感谢 每天向佛陀感谢不要忘记 他照着那位法师的祖父 一直到现在从不间断 我们很欢迎我们这个 法界卫星的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这个连友 都可以来参加我们 在这个今年11月7号 在板桥龙山市文化广场 7楼我们举办这个就是 用佛法拯救破产企业的 道圣和夫三圣之路 那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 现场会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有关于道圣和夫的 他在台湾的这个俗生 还有这个有关一些学者 还有这些企业家 他们实际看到道圣和夫的这个 他的这个在佛法上应用的经验 他们去做分享 那希望各位都能够来参与呢 能够大家把这个华宝带回家 让大家在无论在四月家庭生活都能够圆满 我们很希望大家都能够来 感谢 怀着感恩的心 道圣和夫捐出六百多亿日币 设立京都省 并成立圣和书 传承他的经营心法 国立的是一月七日星期六 大千出版社将在板桥龙山寺文化广场 举办道圣和夫的伤圣之路座谈会 让大众认识这位笃行佛法的日本经营之圣 法界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